。。。 有時好 我 的 早上時工 written 市工廂, 請你生日快樂, 早上時工廂, 晚安時工廂, 早上時工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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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網球 紅豆球場還是草地球場 草地 心理上體育還是身體上 身體上 喜歡發球上還是有力的底線發球 有力的底線發球 練腳層跟體重來比較難 呃... 練腳層 第一次打網球的時候是幾歲 三...呃... 起水 第一位網球教練教網球 李秀明 有幾隻網球球拍 四隻 最喜歡的網球是什麼 Polyp 最喜歡在台灣網球之後是什麼 牛肉麵 除了網球之外還擅長哪些要運動 瑜伽 對身避帶哪些要運動 什麼避帶...網球拍 三... 喔三... 網球拍然後球袋跟... 跟... 球 聽音樂 如果可以從來某場比賽 會是哪一趟運動 呃... 拳中運... 最後一年的時候 高中 最喜歡在哪裡打網 天母 最高第一步一天練的歌曲有沒有 八個小時 因為我就... 長不胖了 我現在... 很瘦 我剛剛為什麼會選這首拍 我剛剛為什麼會選這首拍 因為我... 本身... 打球的方式就是... 踩比較平 跟... 跟... 我的球種有關係 因為我球比較... 花跟平的關係 所以... 選擇草地的話 會比較有優勢 對 身體長期疲勞 因為就訓練很... 訓練量很大 所以... 身體長期疲勞 然後會有受傷的... 情況發生 所以就會... 覺得... 在訓練上其實... 身體... 的疲累是多過於... 心理 對 嗯... 那時候是... 還好就是... 只是剛接觸 然後... 因為好玩 然後... 因為小時候比較好動 所以... 任何運動都會接觸 然後後來是... 認真開始... 喜歡上 是... 大概... 四年級的時候吧 參加一個夏令年 然後開始覺得... 很有趣 那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 很擅長的打網球 應該是... 有成績之後吧 應該是小學六年級之後 嗯... 因為就是... 可以讓自己... 比較放鬆 然後... 專注在當下 就是... 有點像是在... 喚醒 就是有點在喚醒自己... 心靈上的那個... 應該是... 應該怎麼說呢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專注度啦 主要就是讓你自己... 一直集中在一個點上 然後... 再下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 在心態上你就不會比較急躁 或者是... 你會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你有做好一個準備 他會固定聽什麼樣的類型音樂嗎 呃... 通常... 我會聽... 比較... 讓我... 呃... 如果是分古典樂或什麼 沒有 可是我就是會... 可是他那個音樂是會讓我覺得... 比較... 放輕鬆的 就是... 從... 國中開始一直到高中結束 都是... 呃... 六年都是練那個時間 可是從早上六點四時開始 然後... 到... 中間會休息一下 然後可能再繼續到... 十一點半 然後再休息一下兩點 下午兩點開始到... 晚上的... 六點半或是七點之間結束 開始 不要... 邊... 做...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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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